欢迎收听 我中信和高年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在美国 如果你注意的话 就发现现在靠小费 作为收入一部分的人是越来越多 现在你到餐馆里边 到快餐店里边 到咖啡店里边 以前快餐店咖啡店 都是放一个小的这么一个玻璃杯 然后小费自己往里头放 现在很多情况之下 如果它是给你一个刷卡机的话 上面马上就标明多少小费 百分之多少 它是上头列明的 那么你要当面拒绝人家 有的时候不好意思 那么你就给了 所以这个小费就变成 他们收入的一部分了 那么这个事情 现在变得挺重要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川普和民主党的候选人贺锦丽 两个人先后 都在竞选的造势活动当中提出过 说如果他们上任的话 要取消小费的税这个事情 作为他们的政策之一 当然是为了争取400万拿小费的这些劳工 争取他们的选票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就这个事情 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小费取消了小费税 第一是容易不容易 第二是他的利弊在哪 这事一说起来 猛一听好像是不大不小 挺小的一个事 小费嘛 你拿的小费又不是你的小时的薪资 对不对 所以它是一个所谓额外的东西 那既然这个外东西给你睡免了 好像为什么变成一个大事呢 今天晚上的总统辩论 这个问题一定会问出来 我给他的几率是99% 尽管我们现在不知道 ABC电视台的两个主持人 他们准备了些什么问题 两个总统候选人也不知道 但是咱们赌一下 你看看今天晚上会不会问这个问题 原因是这样的 因为他们两个人在很多的政策 包括对于一些国防等等 各方面的他们的理念 很可能是不一样的 但在这件事上呢 特朗普或者是川普呢 他说贺锦丽是抄他的 你要这么说呢 也有点道理 因为川普 他是在7月份的民主党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他先说的这个事 他讲了个故事 他说他在内华大洲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女服务员 然后谈起这个问题 女服务员就抱怨 说他的小费啊 什么税太高之类的 所以他说这给了我一个想法 那我就决定 如果我当总统的话 我取消这个小费税 他呢 后来 因为这件事发生在内华大洲嘛 后来呢 他是到了密尔瓦基的全国代表来会上讲 而贺锦丽呢 他在8月份的时候 专门就挑了内华大洲 他人就在内华大洲 他就更进一步 他说小费税要免 但是你别想用这个小费税的减免 来蒙混过关 就是不提高最低薪资 我两个我都要 请注意 每次提到最低薪资这四个字的时候 基本上 共和党是持反对态度的 这个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雇主和雇员的问题 而小费 可不就是又是一个雇主和雇员的问题吗 雇主不会拿小费啊 是雇员拿 当然有一些是分的 但是基本上 我们的小费是给雇员的 所以当你要减免小费税的时候 谁支持啊 工会啊 对不对 所有是代表 这四百万不一定了 但是代表这些几十万 因为有一些拿小费的人没有工会 代表他们的利益 所以这个事儿为什么值得我们聊呢 今天我们就是特别感到 为这些服务人员 感到非常的高兴的原因是 他们终于出气了 他们终于说 想到我了 对不对 看到我这四百万张票了 是吧 现在你们俩争相的讨好我们 这足以证明 现在 就是你刚才说的 这也拿小费 那也拿小费 这也成气候了 它成了政治气候和经济气候 四百万人多少呢 是全美国的这个雇员人数 就是上班的这些人数 就业人数的差不多2.5% 其实这个数字蛮大的 就是这些人呢 他是这样子 有一个统计 这个是这个劳工部的一个统计数字呢 是说 首先 依靠小费工作的人群啊 平均年龄是31岁 属于是比较年轻的 第二 他们的收入比较低 也就是说 在去年的时候 拿小费的工人 每个星期的平均薪水 大概是538元 那么不拿小费的这些人 平均薪资呢 是1000元 所以差了将近一倍了 所以这些人当中呢 其实有37%的人 他们的收入啊 过于低 以至于去年根本不用报税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到 那个报联邦税的门槛 都没到 所以呢 这37%的人 是不用报税的 那也就是说 400万人里边 有37%的人 是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的 原因是 你本身就不要报税 对 所以呢 你可能就得不到 这个好处 但是现在的问题 就在于说 还是有更多的人 在可以就是 有减免的好处啊 所以呢 这个就变成了 谁能够减免 谁能够不能减免 这个到底是不是公平 这个 您是 比如说是餐馆里边 这个做waiter waitress的 那么你是有小费的 那我厨房里边的 大厨二厨 那个切菜的 前面领座位的 接电话的这些人 那就没有小费 那这样一来的话 你本身有小费的话 薪水比我们多 然后你还可以减税 这小费 那这样一来的话 岂不是就是不公平吗 所以有些人呢 就在这个问题上提出来 公平和不公平的问题 但没办法 这个税呢 它哪怕你是一刀切的东西 还是这个税可以减 那个税不可以减 这些东西 它不可能每个人 就是人人满意 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再往下想啊 这个事就是越想越复杂 越想越不像候选人说的那么简单 你看啊 你刚才已经说了 这里面存在不公平的现象 接下来下一个问题是 老板一看 哦 小费税减免了是吧 那你这个收入不是变相增加了吗 对 那对不起了 降低你的小时费了 是不是 对 它可以降低你的最低薪资了 你的每小时 我给你变成两块钱一小时 家人的小费也就够了 差不多够了 不管是联邦 七块二毛五嘛 不管是联邦还是州的 对不对 我跟你 因为我知道我这个餐厅的生意嘛 我知道你小费大概是多少 而且过去是小费 现金留在桌子上 现在都在那卡上 都看得见 都记得住 你也没办法揣着口子里不抱 很多的时候 这是第一个问题吧 就是随之而来的是 对这些靠小费生活的人 他们的小时费 有一些可能会受到冲击 这是第一个问题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 哦 小费可以免税是吧 那咱收啊 你知道过去从来不收小费的一些地方 你刚才说的 包括什么电影院里买个爆米花 你知道吧 他就是开始到处的要了 这些小费 不管干什么 我今天早上还听 美国国家公共 把广播电台讨论这个事 我差点笑出来 说以后到牙医那儿 拔个牙要小费了 对不对 当然这是开玩笑 牙医不可能向你要小费 但是你就会发现 你以前是想不到的一些地方 他现在突然就开始向你要小费了 这又是一个问题 还有第三个问题 咱们再往下看 你知道有一些高级餐厅 那些服务员啊 我直接认识这样的人啊 10万以上 对收入都是 他年薪超过10万 那一个菜都是上百的 知道吗 某餐厅比如说没有一个菜是第一预百 或者咱们就随便举这个例 对不对 对 他那个十几万 哎呦 你这个一给他免 这不得了啊 这等于给一个很高薪的人送一份大礼啊 你刚才说的三十几百分之三十几的人 根本享受不到 而你这些人多少百分之多少呢 对不对 这些人你等于 你不要以为这是国家送给他的礼啊 那你这国家钱不就是少了吗 就少了 对不对 那你这政府预算怎么办呢 所以这问题还没完呢 因为这个小费这件事又跟另外一件事 有特别直接的关系 这个事叫疫情 稍待会咱们从那再说起 欢迎你去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 是免除小费税这件事情呢 在两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当中呢 都提出了 所以呢 这个挺有意思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稍微的分析一下 这个事情 刚才说过了 在疫情期间呢 给服务人员小费的这个事情呢 一下子就变得多起来了 原因就是说 大家特别感谢那些 在疫情期间 仍然在餐厅啊 在这个超市啊 给人服务的这些服务人员 当时叫做一线嘛 对 他们当时是必不可少的一些服务人员 对 基础必须人家冒着生命的危险 冒着感染这个新冠疫情的风险 在给你服务 你总是要表示一些感谢 所以呢 这时候呢 小费给的就比较多 比较慷 那么再加上疫情过后呢 重新开放之后呢 不是出现了一些缺工潮嘛 有很多人 因为领了那个政府的补贴以后 待在家里不出去工作了 先悠闲一段 那有些人出去工作 那么这个好多地方 尤其是服务业面对面的跟人接触的这些地方 包括医疗 医疗界啊 所以呢 这些人呢 他们就找不着人啊 招工非常困难 以前在纽约呢 包括Dirk Candy 像这些高端的餐厅啊 他们因为知道自己的这个菜定价比较贵 那么他们的这个服务人员呢 Waiter Waitress呢 收入也比较高 所以他们是坚决反对小费的 所以呢 他们在自己的店里边就已经打出旗号来了 说我们不收客人的小费 这样的话 客人来这的话就比较放心啊 我只要支付那个我菜单上的钱 再加上税就可以了 而不需要再支付什么15% 18%的这个小费了 这样的话 实际上你仔细一算 哎 菜单上好像也不算太贵了 是这么个情况 结果到了疫情之后啊 他们发现麻烦了 他不收小费啊 他店里说那些Waiter Waitress跑了 跑到他们的那个 可以收小费的那个竞争对手那儿去了 所以于是像这样的高端餐厅 也纷纷都取消了自己不收小费的这个决定 顺便说你刚才说的Dirt Candy 肮脏的糖果啊 对 这个餐厅在纽约这老百姓一般的不会进去的 这是一个非常昂贵的这样一个餐厅 于是就凸显了这个小费的另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服务业是争相的收小费 变成了你不收我就请不到人了 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咱们想一下 如果传统上跟小费这件事没什么关系的行业 劈拉巴拉的都开始收小费 你知道会产生一个什么结果吗 这个就是经济学家说的叫做小费厌倦证 人家就不出了 这也收那也抽 人家就不付了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问题 但是呢 刚才你一开始讲的 它伴随着一个叫小费窘境 之后吧 在超市 你买完东西交了款 它就出现一个 这还不是小费 说你要不要给什么非洲儿童捐两块钱 对 对不对 这个不是小费啊 这个就是说你说你不捐吧 怎么着你没有同情心啊 你缺这两块钱啊 他有说你选呢 两块十块八块什么之类的 好 这个是一种半强迫性的捐款 那么有一种时候 就是这个行业以前不需要小费 现在他写在这 他就在你面前站着呢 对 他就看着你呢 然后这呢有个笔让你打勾 对 你要不要打这个勾 你是不是好意思当面拒绝 哎呀 你知道这种 这个心理其实 严格的说是不应该的 就是不应该把这个压力 嫁祸于 或者也不是嫁祸 就是施加在消费者身上 你不应该给人家这种压力 所以这也就没办法 再有你想 一个在某服务业 咱们就说是餐厅吧 拿小费的这个人 拿得挺高兴 但是你不要忘了 他到另外的地方 他又变成负小费的人了 对不对 这个东西他不是单向的来往的 所以他永远是这样的 就是经济这个东西 他有意思就是在这 他有的时候 他叫做特别典型的 叫做有得必有失 他一定不是说一方面全得 然后没人损失 最后就是有一个也是没有办法的 大面积的增加最低薪资和小费 顺便说一下加州的新的法案又提高了 最低薪资 到时候我们有机会再跟咱们再讲 咱们之前不是说提到什么25对不对 大量的提高最低薪资和小费 他造成的结果就是涨价 很简单 这个餐厅 刚才你说的肮脏的糖果这家餐厅 当时在门口打了一个大牌子 而且客人坐下来以后也会看到这个字 本店不收小费 你的账单上也没有 没这一项 但是他怎么收回来呢 他那个服务 他为什么能够给他的服务人员高薪呢 他直接就说了 我涨价 我把我的菜给涨价 就不是这么换来的吗 对 这没办法 这个你不涨价支付不了这么高的薪资啊 所以呢 这个反正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你要不就是给小费 要么就是你付比较高的这个菜钱 就是点餐的这个钱 这没有办法 以前快餐店刚才我说了 或者是外卖 基本上不用付小费 现在外卖的时候 他呢 当然技术也先进了 他现在有一个那个刷卡机 刷卡机上头啊 以前就是一个刷卡机一个金额 你塞进去以后多少钱打进去就完了 现在不是 现在是你在 他打进去这个钱之后 他先出来的那个屏幕啊 是要不要付小费 上面给你几个选择 20% 10% 什么18% 15%之类的东西 10% 外卖也需要这个东西 你就得当的人家的面 你要么就是不好意思就点一个最低的 比如说10% 可是问题是10%原来是不需要给的 你在外卖的时候不是不需要吗 我觉得外卖可能 你是说你人去拿去是吧 对啊 那这个有点说不过去 对吧 你自己去拿嘛 他不是说这个叫门上的服务 上门服务 那是送货 那是delivery 对 那个是一般来说都应该要的 那应该说是一定要给 对对对 这从自从有送必胜客的叫pizza到你家那一天就得给 对对没错 但是呢你去拿外卖的时候 对 现在也需要 这个有点过 这个也需要有 所以呢 这个确实人们就有这种小费疲劳症了 再加上最后一点就是任何涨税实际上最后都需要经过参众两院的同意才可以 减税 减税都需要参众两院的同意 加税肯定也是更需要的 但是你现在这两人都说要减 两人都需要减 但国会不见得能同意啊 如果要是国会参众两院不是一党的话 那有可能不会通过啊 所以呢这个事情具体怎么去执行 其实还有很多问题 你比如说非常技术的问题 他两个人都没有说 这个减税 他是只减联邦税呢 还是连工资税也一起减呢 我们都知道联邦税是一笔 工资税是另外一笔 就是报税的时候啊 他直接就从你的这里头扣了 百分之什么6.25之类的东西 这是所谓的W2嘛 对 那这个税如果要是扣掉的话 他是交到你的这个社会安全基金 和交到你的这个健保 Medicare这里头去了 就是联邦政府的这里头 这两个政府提供的这个优惠里边去了 等你退休以后要领用的 如果你减少了以后 那以后你领那个退休工资的时候 你就少少了一点呗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如果这么减的话 以后说是 是不是每年啊 这个联邦政府要少收 1500亿到2500亿之间呢 肯定的 对 400万啦 对 你识会了 这个联邦政府收入就减少了嘛 所以这里头有许多技术的细节 还没有弄清楚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